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持续延续宝可梦生日庆 就是跟大家一起聊聊 这个大家一起来参加我的这个 就是我的新书发表会嘛 这个读书心得比赛 那今天要来讲到的是第七个部分 就是第七单元 那这第七单元的部分呢 讲的是很棒的一个概念就是斜杠 那我们其实也是在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参赛者的心得的当下呢 也跟大家聊聊 我自己对他们的心得的一些见解 那这一次要分享的这个主题 就是跟斜杠有关的 如果有兴趣的 一起来往下听 好不好 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啦 好,那在这边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第一是刘先生嘛 第二白小姐 第三是陈叉涵小姐 第四是王叉筒 第五林叉云 好,第六六叉起 第七就是征叉玄小姐 好,那他参加我的这个心得比赛 他的最大的想法就是说 要跟我分享斜杠这个意义 好,那我们开始了 好,斜杠呢 是近年兴起的名词 代表拥有的不只是一个领域的专金 至少要有两个事业可以为自己赚进财富 那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 你会比如说 Food Panda 就是外送员 这算是一个斜杠吗 你本身有你自己的 就是正职的工作 你可能就是一个上班的 就是处理文书处理的行政职 然后你下班之后去当这个 所谓的美食外送员 这样算斜杠人生吗 其实不是 我之前在我的书里面有讲到说 一个是斜杠 那一个是零工经济 那零工经济的意思是说 是把你的零散的时间拿出来 就是贩售 然后把它换取金钱 但是这个跟斜杠不一样 因为斜杠指的是说 要有一个专金的部分 就好像是你的名片 后面有个slash 比如说宝可梦是平面设计师 slash剪辑师 slash导演 或者是slash 就是KOL 或者是blogger之类的 所以这才是所谓的斜杠 斜杠就是用几个不同的杠 让你有好几个不同的专场 但是不会有人在后面写说 slash美食外送员 这可能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 就不会是一个专金的部分 所以斜杠的意义 你其实可以在我这本书里面去看到 或者是在宝可梦的身上 可以去理解说 到底斜杠是怎么去做操作的 就像是我在做的事情一样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二段 他说 我也常常羡慕他人有两个常才 得以在主业之外 另外经营副业 但宝大书中一句话点醒了我 经营斜杠之前先把单杠练好 那其实 我的书里面有40% 是我部落格的文章 把它重新编撰整理进去的 那这个对曾小姐有印象的 这一篇文章的这个标题 其实也是我自己平常在观察 这些网路上的资讯的时候有感而发的 因为之前就是看到有一些部落客 他们有分享说 斜杠是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就会觉得说 这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 因为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要跟大家理清 就是说 所谓的斜杠真的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专精 自己的常才 那么你再去发展你的第二个专场的时候 这两个专场 combine在一起 能够产生1加1大于2的这个效益 比如说 我是平面设计师 我大学念工商业设计系毕业出来的 那么我在影像处理 或者是处理这个图像的部分 我都会有自己的一定的美感存在 那么当我跨领域跨到这个 比如说剪辑师的时候 我做出来的影片 质感就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其实平面设计师跟剪辑师 其实本来就已经是会是一个斜杠的状态了 那现在我又做了第一个斜杠是 这个影片剪辑师嘛 第二个斜杠是什么 第二个斜杠就是我成为了信用卡部落客 那信用卡部落客 我又成为全台湾 就是拥有最多信用卡的男人 然后这个又可以讲的头头是倒 然后现在很多新闻记者就会找我上去讲话 或者是上频道啊 去讲话什么的 那这部分的话呢 它变成是我的第二专场 我也可以在比如说 在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运用到一些其他的技能 比如说我现在在拍片 我是不是就运用到了我自己本身说服别人的技巧 我自己本身会演说的部分 这是KOL的特长 网红的特长 再来呢 用剪辑或用我的技术的部分 让我的影片可以让更多人去看到 所以它等于是说用了非常非常多不懂的东西 去做combine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斜杠的意义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再来我们往下看 第三段 保大之所以可以横跨这么多领域 靠的是写作 再以写作为主轴 再跨领域到其他的平台 就好像现在常常在YouTube 可以看到很多医生 在提倡正确的医疗及养生观念 或者健身教练在YouTube中教导 健身的正确姿势与步骤 这些都是将自己的自身专业领域巩固好 再延伸到其他的平台 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东西 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把你的话 或者你的技术窍门讲出去 你就会被人家学习跟超越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就好像我之前我办的理财讲座 那这个邀请我来 这个开设讲座课程的 这个新讲堂的这个 接洽的这个窗口 他就跟我讲说 他发现宝可梦是一个都不常识的人 我甚至会急着要把我所知道的东西 全部都塞给你们 包括我现在做的影片也是一样 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或者你们在直播问我问题 我都会尽量跟你们回答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很相信 当我请囊相授 我对一个人有帮助的时候 最后这些辛苦付出的努力 都会以某种程度的方式回报到我身上 那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那个 讲就新讲堂那边的窗口就跟他讲说 你不觉得我越是认真的付出给别人 我拿到的回费跟feedback是越高的吗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应该要更加努力的去把我所知所学 分享给大家 这样子我才能够得到更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家 当你要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你要跟在网路上跟人家分享 所有的资讯的时候 请你不要长思 把你的所知所学 认真的贡献出来 那你一定会有所回报 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第四个段落 他说换句话说 巩固好自己的专业是1 衍生一个平台是0 没有前面的1 后面再多的0也没有用 这听起来好像是那个健康 这个拥有健康的身体是1 然后后面有好几个0 才是你真正的财富 没有了前面这个健康的身体 那后面的东西 全部都是突然无功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没有自己的专业跟特色 就很容易被取代 就会变成是 灵工精进如今日兴起的外送员 我们不是说外送员不好 而是我觉得外送员 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 那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要累积我们的财富 应该是要让我们的金钱 替我们工作 去赚取更多的报酬 或是用复利的法则这样子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你的时间 去换取金钱 那你没有去工作 你就没有钱 那不就是一个 非常线性的收入吗 所以我现在要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如何打造你的多重收入 不论是你运用斜杠身份 或者是利用网络的平台 让你创造越来越多种 不同种类的收入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更接近财富自由 就是可以不用去为钱烦恼 因为每天你在睡觉 每天在吃饭 每天在大便的时候 你的钱就会源源不绝的进来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通透这个道理的话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宝可梦 现在要这么拼命的 去拍影片 写文章 跟大家分享 或是上节目 上新闻 上杂志 因为把自己的影响力拓展出去 就会有远远不绝的 合作邀约进来 那这些合作邀约的钱 我只要再放到资本市场里面去 让他进行钱滚钱跟利滚利 那么的确在不久的将来 我真的可以做到退休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我可以全职的去做 我想做的事情 不论是持续分享知识 或者是继续收集信用卡 这对我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非常 令人觉得开心跟快乐的事情 那最后一个段落 这个曾小姐她说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自己的专业 并且用热情持之以恒 成为耀眼的斜钢青年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错别字 这不是说找到自己的专业 而是找到你的兴趣 或者是你的梦想 那你才有办法 持续的燃烧你的热情 然后持之以恒的走下去 因为如果你只是为了赚钱 而去做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你撑不了多久 因为就连我 我也觉得很难撑得下去 我是如何能够走过那些低谷 然后现在才有这样子的宝可梦 当然是因为 我对信用卡的热情 我对这些金融产品的热情 永远都没有减退 所以我才可以一直不断的耕耘 不断的耕耘 耕耘到有一天被他看见了 才能够成为现在的自己 所以以宝可梦的个人亲身经历 希望也能够勉励你 能够带给你一点启发 不要就是影片看一看 滑过去就没了 没有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从这个影片里面去学习到 原来人家是这样子成功 人家是这样子去面对斜杠的心态 那也希望你能够从中间去学习到更多东西 并且成就自己的事业 尽早达成退休的美梦 好吗 我是宝可梦 也非常欢迎你赶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新的消息 只要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传送到你家了 也别忘了 赶快的公开按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学习斜杠的终极奥义 好不好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了 拜拜